行使目的就是要来维持现状 不但无色 这个统突争议 而且也不违背 述步亦没有 这是台湾民主的巩固 圣化 最主要的是 我们要追求台海永久的和平 以及亚太地区的安全跟稳定 借着这件美国参议员 兵格曼一行人的机会 总统再度向美方表态 而特别的是 之前外传因为防御性公投 被美方召回的美国在台协会 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阁 上午也特地陪同出席 化解传闻的用意颇深 除了强调防御性公投目的 是要维持现状 更进一步说明 为何其防御性公投 第一年是为了巩固新法 普遍并不是有非常好的一种 危机的意思 敌我的意思 忧患的意思 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全民国防 而且要巩固新防 才能够灵际力量一次来对外 总统向外兵表示 中共近年来不断扩充军备 沿海部署496颗飞弹 作为台湾人民不能不支 除了巩固人民新防也希望借此让对岸知道 什么是2300万台湾人民真正的声音 陈总统近日内就会宣布防御性公投的议题 在这之前将会先知会美方高层并进行沟通 同时间服务养党高层更全面进行消毒 让外界了解全总统防御性公投的目的与意义 东西文雷南陈明华黄德武开始报道 台湾的公投议题引发了中美 先接获献报在中立地区有一处印交站 专门以国中女学生接客打响名号 经过埋伏警方顺利在11月30号 查获四位国三的中措施卖淫 他们在战讯中坦承 因为缺乏生活费 又要买手机烫法等开销很大 所以才会看报纸前往印交站卖淫 同时还供出以怂恿的方式吸收在学学生 警方搜索为在中立西州街一处印交站时 贺借三名穿着制服的国三女学生 而其中一名正在与嫖客进行交易 后门进去以后 我们发现里面还有隆流三名国中在学的学生 在从事一个性交易猥亵的一个社群行为 我们当场查获负责人以及嫖客 经带回甄讯 这个嫖客以及负责人坦承不愧 消息传回校方后老师表示 三位学生在校表现都算正常 对于他们偏差的行为实在不解 基本上来说的话 这三个鞋 附近有这样一个幼稚印交站 警方在中立市一处民宅 查获三名未成年少女集体卖淫 印交站里面有三间小房间 里面都是色情录影带 负责人郑琪为了掩人耳目 故意挑选民宅作为少女和嫖客交易的地点 但是附近的邻居都心知肚明 自家附近有印交站 其中有没有看起来像学生的 应该都是国中生吧 国中生你看穿制服吗 没有穿便服 体育服 你看听他们讲 两个未成年 这三名未成年少女向警方公称 他们之所以卖淫 是因为周围的朋友都有性交易的经验 于是他们经由印招广告 和印招站负责人正起营搭上线 在和他商谈性交易价码之后 就开始卖淫 前后已经有两个月之久 这三个国中生都是来自单亲家庭的小孩 家长似乎很少管教他们 因此让查获他们的远景 也为他们感到十分叹息 东森新闻黄启动 桃园报道 好 继续镜头来自中台湾 在这里今天台中县警方忙着抓小偷 这个小偷很特别 在这个三合院的老家里面堆满了脏物 脏物当中不是古董 就是文物和史料 可以说是一个亚贼 可能是在大环境的熏陶之下 这名小偷做起了笔记 还写出了励志小语 勉励自己要有志进程 这都是小偷的脏物 满洲泛黄的文件 各个时期的奖状权状 还有台湾省总督府出版的国语教材 小偷不知道是不是耳濡目染 养成了做笔记的习惯 不但把脏物列成册 记录照目 还提醒自己 不该碰的别去招惹 这样的笔记警方看了 提笑皆非 他精心计划 仔细记录作案的经过 也勉励自己有志进程 人总是要靠努力后 全看命运怎么安排 你说好到钱会唱歌 但歌还没唱 却为了妹妹针锋吃错 画面上这名瘦瘦高官男爵 廖俊生 不敢被揍 立刻从车上拿出 致使四五手枪 口袋塞不下 因此将枪藏在胸口 手还帮忙扶着坐上电梯 电梯门一开 他立刻进入包厢 对着好朋友开枪 就是这个 他是把枪放在那个